原来我父亲老拿着几句大通俗事 老老这么说就说人这一辈子就是糊涂糊涂 别较真儿别较劲 先生不是干嘛肯定不是杂心花 也不像兜地主 讲述百姓真实故事 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妙姐 马哥的粉丝送了一把扇子 还写了字画了画 扇面上的小诗出自谁呢 看似通俗但寓意很深 来咱一起听马哥解释一下吧 姓丁 看看 你给我们拍一个 这是我的粉丝 我一念的这个 原来我父亲老拿着几句大通俗事 我说了 大通俗事 老老这么说 就说人这一辈子就是糊涂糊涂 别较真儿 别较劲 你知道吗 上次写上 未曾生我谁是我 生我之后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知我 何眼朦胧又是谁 这什么意思 未曾生我 就是还没生你呢 你是谁啊 你也不知道 你在娘肚子里呢 等了生我之后 我是谁啊 你生之后你也小呢 月柯孩子你也不知道 你也糊涂糊涂 你跟在肚子里一样 只不就是吃奶了 第三句就是长大成人了 方知我 哎呦长大成人了 我知道我自己了 怎么回事了 从哪来的 我要干什么 我要成家 我要立业 我要干事 我是变好 我是变坏 那就是跟你社会环境了 长大成人方知我 等于你知道最后一句 何眼朦胧 又是谁 又糊涂了 睡觉了 又迷糊了 你就等着做梦 你要是好人做好梦 坏人做个梦 你哥们那还是不知道 还是糊涂糊涂 做了你说这人的一生当中 难得糊涂 对 人要糊涂变成糊涂 不容易 难得糊涂嘛 你本来是明白人 你非装糊涂 你就是装的不像 是吧 所以这就是 我这个一个 可以说粉丝 看见我了 送您的 送我一扇子 可以 送一扇子 他说 人家给我写上字了 真感谢啊 感谢 感谢这个 感谢 感谢各位 给你看看背面 背面画了一条小船 这也看 对 多静 可以 嗯 这让马哥静一样 就让我静一样 你看这看 俩先生在这啊 俩先生不知道干嘛呢 肯定不是杂金花 对 也不像兜地主 就是啊 这俩人 对酒言欢 对 你看 我好像看见酒壶了 是不是啊 端着酒壶呢 对酒壶是 对对 对酒 还是没有研究 但是爱喝口 知道吗 爱喝口 喝口以后 有的说呀 你觉得马哥粉丝 送的这把扇子怎么样呢 马哥父亲的诗 寓意很深吧 此时 是否想起了 正板桥的 传世名言 难得糊涂中 所孕育的人生智慧 对此 您有什么感触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